我们线上可能有一些中国的观众还听众 希望打电话进来参加节目 我们接几个电话 然后接着谈河北的张先生 河北张先生您好 您好 我想中国留学生是增加 这是两方面 一方面说中国对于知识 尤其是对于美国西方那些教育制度的一种肯定 第二中国相当一步无人富起来 毛泽东时代文革那时间 让没有文化的工权队去管理高等学校 现在会出现这件事情 但是有一个忧虑 就是我认识几个从国外留学回来 和他们谈起来 他们有时候 他们没有说这外国教育制度 比中国不好的 都是很好 但是呢 他们有很多困惑 就是说他们到美国就说 在美国很少有机动车敢闯马线的 可是在中国呢 很少有那个司机敢停板马线的 所以就这两个差异 二一个呢 有些人呢 搞那个杨威忠用 比如穿西服 我看见了 西服应该是领带衬衫 是吧 西服革履嘛 可是现在 相当一部分的领导 包括领导人 省医上领导人 我看见 穿着西服 不穿领带 不穿衬衫 穿着布鞋 是吧 这叫杨威忠用 到底出国以后 像国外学什么 不是镀金 是吧 就学一种先进的理念 一个独立的思考能力 刚才两个嘉宾 谈的问题 我很赞成 中国这个应试教育的水平 相当高 学生 但是独立思考 是吧 为什么中国的影片 得不到什么奖 在国际上 今天四川菜也落选了 好 河北的张先生 今天让你讲到这 今天我打断你 不好意思 因为我们线上 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我们扯得稍微的远了一点 我们接下来再接一位吧 江西的林先生 江西的林先生 你好 林先生不在先生 我们接湖北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 你好 王先生在线上吗 好 我们接下一位 山东孔先生 山东孔先生 你好 大家好 我个人的观点是 这些有钱有势的 还是早点到美国好 中国有句老话叫 电大气客客大气电 这些官二代 官三代 要早些到美国这个大电去呢 可能更好一些 比如说 李刚的儿子李启明 他如果早点到美国这个大电去呢 他一定会老老实实的学学文化 很多在国内啊 胡作非为 这到了美国之后 不都是老老实实的吗 国内的平民百姓 这样也就平安一些 安全一些 好 感谢山东孔先生打电话进来发表您的观点 我们就接着这个孔先生这个话挺有意思 实际上也反映出来中国的这个老百姓有这样的一种这种看法 现在呢中国的确是有钱人特别多了 现在叫什么官二代也好 富二代也好 中国这种说法也特别的多 实际上我们刚才谈到这个话题 就是说这些人来 当然我们不能把这些所谓的官二代 什么富二代这些孩子们 他们是无辜的 不能把他们一棍打死 他们没有什么过错 他们当中呢也有许多是非常优秀的 当然里边也有一些并不是怎么优秀 但是呢因为家里有钱 我就可以送他们出来了 比如说呢在很多年前几年前 实际上我就认识这样的一个人 这样的一个学生 就是家里边很有钱 当然他不是到美国来留学了 家里头把他送到加拿大 待了好像三年两年 最后也没有怎么好好的学 最后任何的学位也没有拿到 最后就回到这个中国 我在他自己的父母的公司里边 就在那边任职了 但是说这是海外什么留学归来 我们就想谈谈这个话题 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学生 当然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个中国留学生 都是非常优秀的绝大部分 像类似这样不优秀的留学生 来得多了 特别是家里头有钱有势的 或者刚才我们的观众提到的这种情况 对美国的这样的大学校园 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校园文化 您问我吗 是 我个人的觉得 我接触的大学校园 当然有各种各样的 比较严谨的学校的校园 他们不会收这样的学生 他们要非常的严格的审核 那个成绩大概是3.85 就是4.0满分 要3.85 还要考核个人的素质 跟他以前的贡献 那在那个 甚至他们要电话访问 如果打过去电话是中介的电话 他们这样的学生就不收了 因为他们认为这个是有点炒作在买卖的 那他们的这种学生呢 如果说好的学生才接受 可是也有很多大学 可能就像您提到的那样 那一些的学生也是过来了之后 如果他自己不学习 他当然 可是我个人的感觉呢 就是虽然他没有在学习的成绩上 有什么成就 可是可能他的对世界观 比较有一些扩展的看法 学习到 因为他跟各个世界各国的学生 在一起相处 还有就是美国的文化的耳濡目染 可能对于世界的那个就是世界挑战性的 这个应付能力可能好些 他回去如果不管接受什么工作的话 他可能思想方面 这个我只是讲一般的不是因为个人 他可能就会可能想到的一些 比较能够思维比较能够迅速一点 能够跟世界接轨 这个是还有就是怎么样提升 有一些要改革的方式 或者是硬是软是兼容 等等的 这一些可能是一个好正确的方面 或者是正面的来看这些学生 那当然是如果他管他自己在家业的话 那就看他管的那个成绩如何了 刚才是这样的 我们也谈到这个 就是这些 不是说来进入美国这些大学 那么在中国呢 有这种这样一种传统的文化 就是上大学呢 要上那个知名的大学 到美国来他们都知道 有什么常青藤大学 什么议题就是要什么哈佛耶鲁 连西顿什么 好像美国只有这几所大学一样 所以我现在就想知道的就是 有很多中国有钱人 我有钱 我是不是美国这样是一个商业的社会 自由的社会 我有这些钱 我能够付得起学费 我就可以进入到这样的一些 一流的大学里面来吗 我觉得不尽然 是不可 这些中介也好 或者是什么刚才提到的是怎么运作的 因为其实现在很多报道 就是包括上周出来的很多报道 国外的记者说 可能有绝大多数中国的留学生 他的申请材料里面推荐信 然后还有包括他的这个个人陈述 很多都是有人带笔 或者有人修改过 我觉得其实美国学校很聪明的 尤其是做高等教育的人 他们也不可能不知道 而且越好的学校他越爱惜羽毛 他越会我的入学的门槛不可能 因为你的经济能力我就为你降低了 但是就是刚刚您讲的确实 中国学生成了这个美国教育的最大的消费者之一了 因为其实很多美国本土的学生 他不一定能够全额的花费那些私立学校 包括私立大学的学费 那么中国学生可能这方面就不存在问题 就是一部分中国学生来讲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入学时候 我们要看很多方面吧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这个电话 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天津周先生 天津周先生你好 你好 我向嘉宾提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 读本科生的话一年得多少美元 得多少美元 如果读高中的话一年得多少美元 在我们美国的话 一年的消费生活费是怎么样的 希望你们介绍一下 谢谢 好 天津的周先生提两个比较具体的问题 我们再接一个电话 然后回过头来再回答周先生的这两个问题 福建张先生 福建张先生你好 好 我们接福建 张先生你好 请讲 请讲你已经在我们节目里边了 我姓庄 庄先生 对不起 福建庄先生您讲 没有关系 我姓庄 我跟你说一下 我这个姓不能等一下打一次就做一个姓名 变成不诚实 没有什么关系 我认为那么多留学生到美国去读书 实际上美国协会太便宜了 学会太便宜了 再增加这个协会 好 感谢福建的庄先生 感谢您的提议 很有意思 刚才天津周先生问到的是学费 庄先生就认为说太便宜了 我不知道他知道不知道 就是这个学费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就来说说天津周先生这个话题 谁先说 他一个是大学问到 高中 要不Terry你来回答一下这个大学学会 好 我先说这个 因为我大学中学都知道他们的学费是什么样子 我自己就在那里面 那个大学呢 我们先讲公立大学跟私立大学 公立大学就是如果你是在你这周 你的学费就减免 可是如果是别周跑到这周来念书 还是要跟国际学生付的学费一样的 那国际学生呢可能还有一些额外的住宿啊 其他吃饭的会加上去保险等等的 那公立学校的学生呢 一年可能要付的学费 现在可能要三万了 三万 因为他们一个学分是一千多块钱 所以各周不一样 这就是外国学生 这外国学生跟外地学生都一样的 那如果是私立学校的话 一年可能要到六七万以上 所以就等于一倍了 这个就是不同的学校 尤其是私立学校 有名的就更贵 那哈佛像曹志成啊 耶鲁啊这些当然更贵一些了 那中学的话 中学的就是公立学校的话 他基本上不收这个外国的学生 没有身份或是没有亲人在这里做担保的 那如果他真的要来的话 他如果有担保的话 是不收学费的 公立学校是这个样子 那如果是私立学校的话 就看档次的私立学校 可是最基本的私立学校 一年大概要收个 他的花费大概是两万到三万 一年的中学生 那如果好一点的中学生 可能就要上三四万了 那再加上住宿费 交通费 买服装费和活动费等等加起来 这个又加上可能要一万多 我想请这个张艺谈谈 接着刚才这个福建庄先生 特别这个纠正我 这个庄先生 不是张先生 庄先生 他说这美国学费太便宜了 我想接着他这个话题 刚才这个Terry介绍一下 大体上美国的这个大学也好 中学也好这个学费的情况 我想可能就是这么一个数字 在你看来是太贵了呢 还是太便宜了 对于这个 我觉得不能说太便宜 因为其实从这个华盛顿地区的 这个私立中学 我来举几个例子 因为我认识的学生 有在这个地区的 像从仅仅是学费方面来讲 可能从两万多到四万多 包括奥巴马总统的小孩 在的那个Sitwell France 他的光学费 他只是一个day school 就是还不 什么都不管 就白天去上学的 他学费一年也是要四万多美元 那么刚刚陈女士也提到 你的生活费用 食宿 包括书本费也很贵 在这边买书也很贵 然后通通加起来 可能上好一点的私立学校 一年的花费 可能要六七万美金 这是中小学 对 换算成人民币的话 可能上中学的话 一年差不多就要三四十万人民币吧 所以不能说太便宜 对谁都不是太便宜 我们再来接几个电话 湖北王先生 湖北王先生你好 主持人嘉宾好 刚才嘉宾对中国的情况都比较了解 对中国家庭的一些家长的想法 也都比较了解 就不多说 就两个问题 跟嘉宾分享一下 探讨一下 中国的大学 就政府的影响力比较大 美国在这个方面 跟中国有没有区别 区别在哪里 这一个问题 第二个呢 就是说 美国接受中国的高中和本科 甚至于抽中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 实际上在大陆 能够送孩子到美国去的 基本上还是百分之九 还是权贵阶层的子女 那么这些子女最后 从美国受的教育回去以后 对中国的政治各方面的一些影响 中国的政治改革 还是一个正面的作用 就是我要说的一个核心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大学 包括高中 能不能就是说 也仿向中国一样 也像中国学习一样 就是说把那个 所谓中国说的一个爱党啊 什么道德啊 就是把美国西方民主的价值观 把这些东西 纳入到那个学生培养的框架里面去 好 湖北的王先生 非常感谢您提出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好的建议 待会儿呢 我想就您的这几个问题 我们来探讨一下 我们再接一位广东的杨先生 广东杨先生你好 你好 你好 请讲杨先生 喂 你好 请讲 你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了 请讲 是好的 谢谢你 我是一个大上的学生 我想讲一下我自己看吧 我觉得作为一个中国学生来说 我还是建议他如果有能力的话 可以到本科的时候就可以到美国去 因为在高中的时候 中国学生说是非常辛苦 他的基础层面会比较多一点 然后就到美国去的话 我觉得在一个开放的环境 和一个相对来说 那种 我觉得我个人感觉美国的教育 应该会相对给学生提供一个比较多的机会 因为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高中很辛苦 有一定的知识层面 但是到大学可能会 他大学的一个季度问题 或者说什么环境问题的话 他会给个人的那种 历练的机会不太多 很多时候你可能不需要太多的那种 学习 刻骨学习 然后你可以拿到一个很高的基点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 我个人对这个希望比较大 对美国那种教育的期望会比较大一点 所以我还是希望 有能力的话还是可以 好 广东的杨先生 对不起我打断你 因为我们线上有很多观众和听众 我们这个时间也有限 我们就接着刚才这两位观众的话题 在美国 我们主要谈大学今天 政府对这个大学是什么样的影响 你要我说 你先说 谢谢 政府其实是有教育部 教育部是专门给钱的 给州政府 那如果那个大学是州立的大学 通常公立大学都是州立大学 州立大学也有很少的是 就是哪个城市 像华盛顿城 它城里面有个大学 市里的大学 那那个都是公家来给钱 可是公家有制定了 是按照教育部的规格下面 说要考什么试 要有什么规则 那州政府 有州政府的规定 比如说你教育是要修多少学分 这样的制度 可是学校管学生 学生要有规范 跟随从每个学校制定的就是叫做 honor code 那意思就是说你一定要遵守学校的制定的规则 你什么是荣誉制度 什么是这样的规则 那就是这样的规则 有些学生呢 你如果不遵守也可以 那不像我们 我从台湾来内有的是既大过既小过 扣点 又不行 可是这些呢 所以学校里面也有类似这样的规则 也有有有有非常 他一定有honor code 无论是中学还是高中 他连教授都有 我们因为教授都要遵守你的honor code 比如说过新年的时候过圣诞节的时候不可以拿任何礼物 学生送你礼物你不能拿 也许送你10块钱请你吃跟中饭那个无所谓之外就是20块以上不可以收 中老师都是这样 更何况那个学生你穿着就是如果是私立学校那就包括很多教会学校跟比较严谨的 他们的对中学生就更严格 所以大学生中学生一定要遵守校规 所以政府呢不是会干预他做怎么样因为是学校来做决定学校是跟州政府 我想接着刚才Terry说的这个补充一下在美国呢根据这个宪法的规定 联邦政府的教育部是不办教育是不拨款的没有制定什么标准的 在美国的高等教育是由州政府来办的中小学公立教育是由郡政府县政府或市政府 张一你是怎么看这个就是美国的这样的美国学校里面 我们主要谈今天主要谈这个高等学校 政府对这个学校这种影响 刚才比如说我们有一位这个观众提出来说这个希望美国的学校 也像这个中国的学校一样有这种所谓的思想教育 有啊其实其实是有的然后在这边他们也叫做可能英文有的学校 有这个有宗教特色一点的他们叫ethics 其实就好像我们国内讲的品德课的道德课那种的 其实也挺多的包括在低年级的时候这些也都是必修的 那么他们可能就是传授的跟我们国内的一些这个所谓的道德品德课 不一样的内容但是意思也都是一样的就是培养这个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社会的认知和一些责任感其实都是很好的 但是至于说这个政府干预方面可能会我觉得尤其是私立学校吧 大学方面可能会跟国内比较会稍微少一点 但是刚刚那位先生也提到了说是不是来了这之后学习就可以放松 我就不用那么辛苦了其实不是 这是一位好像大二的学生 对他是一个大学生但是我觉得不是 真正一来在美国很用功的学生也非常多 而且虽然你可以自由支配时间这是一个很自由的社会 包括中学生其实很多都下午三四点就没有事情做 你可以自己支配时间了没有课 但是正因为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才要去自己规范自己 那么你自己的未来只有是靠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规划才能搞定 这确实是这样 我想补充一下刚才就是我们这一位观众提出来的就是在美国的这个学校里面 有没有这种所谓的爱国主义教育 我想补充一下在刚才你已经谈到大学里面 那么在这美国的这种公立的初中高中里面呢 就是每天小学生上课的第一节课之前是要向国旗宣誓 几乎是美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这样的中小学里面 好我们再继续接电话 山东孙先生 山东孙先生你好 孙先生请讲 听见了吗 听见 你已经在我们节目里面了 好 我有一个问题 我心里一直有个担心就是随着那个中国的人员出去的越来越多 包括这些留学生到美国到西方 我就担心这些从大陆去的这些学生 带去大陆上的一些很差的一些文化的糟粕 去影响西方的比较纯正的一些文明或者文化 因为中国的一些文化 一些投机取巧弄虚作假等等 他们的经历性 我就担心就是说污染了这些西方的文明 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嘉宾 我想有什么措施来抵制这些东西 第二个问题我想问一下 公立大学和私立大学 每年的学费为什么差那么多 是不是公立大学就是说州立大学吧 州立大学是不是每年的国管 你已经自己解答了这个问题了 因为州立大学是纳税人的钱办的 主要的是给美国当地人来上的 好 我们非常感谢山东孙先生提出来的这个问题 我想就接着他提的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学生来 当然大部分中国学生都是非常优秀的学生 但是也不可避免的 把刚才他所谈到的 把一些中国社会上的一些糟粕的东西带来了 比如说很简单的 考试作弊 分数作假 刚才张艺已经谈到 很多学生入学的推荐信都不是自己写的 都不是自己教授写的 或者自己的这种 自己的入学的申请信 这种陈述信都不是自己写的 美国的学校是怎么来对付这些问题的 中国学生的这些问题 其实他们现在就是 因为为了越来越好地排除商业化的因素 刚刚陈女士也讲了 所以其实这个很明显 对于专家来说 这个是很明显可以看出来的 但是他们也有很多渠道 包括现在科技这么发达 都是在线面试 包括电话面试 还有他们会让学生提供各种各样 多方面的材料 来考察一个学生 包括现在因为各方面的实力也比较强了 很多学生都是飞过来来面试的 包括家长也要面试 一些比较好的私立学校 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问题 是可以得到比较良好的解决的 我们再接几个电话 北京的陈先生 北京陈先生你好 你好 我今天的话题非常好 因为我在今年的1月1号和2号 今年的清晨送了两个去美国的学生 一个是去读大学 一个是去读博士 那我是想说什么呢 就是这种有中国教育方面的原因 你比如说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前一段时间那个北大校长 他就说过美国的教育很失败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可的 最近北京大学的校长 在网络上非常有名 还有他这个在这个领导视察的时候 那张校的照片 在网上已经传的非常有名 他像个我东北话讲 叫像个二傻子一样 是特别有意思 当然教人瞧瞧 那么这种教育影影响 他在中国读大学有什么意思呢 另外一个在我周围 很多我的朋友 他的子女都送出去 但是我想纠正前面一个听众说 他说90%是中国的权贵 其实不是这样 很多人都是像我这样 就是不普通通的一个 那当然费用很贵了 每年大概他计算一下 30万人民币是这样 那么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中美的这种教育交流呢 其实对以后会采用很大的影响 那你想现在中国这一代领导人 他们跟美国的这个世界的交往 那认识的差距又很大 那当中国的留学生回国之后呢 慢慢抵代之后 就会慢慢又恢复到一种正常的一种交往的认识 那就像以前那个抗日期间 对吧 这种美国人排过这个飞虎队 对吧 来支援中国的抗日 那这样慢慢慢慢交往之后呢 就是两国之间就没有那么大的那个 误差了 我想有一天 也可能会改变中国的一个社会形态 那是我的一个形态 好 非常感谢北京的陈先生 打电话进来发表他自己的观点 非常好的观点 我们再来接一位是江苏的张先生 江苏张先生你好 张先生还在先生吗 好 我们接下一位山西的迪先生 山西迪先生你好 迪先生请讲 请讲迪先生 你已经在我们节目里边了 请嘉宾回答一个问题 就像那个留学生回到中国以后 就像那个会不会有那个贪污腐败的这个问题 好 山西的迪先生 对不起我打断你了 听已经听懂了您的这个问题了 因为我们线上的观众很多 另外时间有限 我们就接着刚才的这个 有一个北京的陈先生 我觉得他谈了一个观点 就是说他自己也送孩子出来上学 来美国来留学的这些 刚才我们提到了本科生就有五万多人 去年一个学年里面 这些真的都是像刚才所说的 都是中国的这种权贵或者有权人 自己拿学费来读的吗 美国的大学无论是公立大学也好 还是私立大学也好 他们对于这种非常优秀的这样的学生 如果他们来申请 但是他们没有学费 家里付不起钱 学校里头会怎么做 经济自主 因为其实很多 包括您主持人刚刚也提到了 在其实多年前很多中国学生来美国上学 都是靠经济自主来的 因为也是年龄可能少年长一些 然后有一些经历之后 包括现在有很多 其实美国教育最大 因为以前有很多人看不清 说为什么美国学校要给我钱让我来上学 那么其实这个也是他吸引人才 包括他校园文化多元化 包括他的知识多元化所做出来的措施 所以也不仅仅说好像就是这种傻花钱来上学的人多 其实凭真本是获得美国愿意吸引他来上学的 中国学生也非常多 可不可以补充一下 其实很多美国的大学 我可以说很多很多 说不定全部的大学都有一些奖学金给国际学生 像我们以前在申请的时候有全额奖学金 那也有说免学费的奖学金 那免学费的话就是说你不交学费 可是你交点书费也是 很多很多大学可是你的成绩 你的操守 他的要求和你的托付 各个层面一定要达到他要求的标准 如果你能达到的话 你真的可以申请到很多奖学金可以免掉了你的学费 并不是说一定有钱人才能念大学的 所以我们希望国内的学生有一个观念 只要你自己能够出人头地 自己觉得你要去追求你的梦想 你希望能够达到什么目的 去网上参考一些大学的这些免费的提供 你一定可以达到你的梦想 所以这一点我们也希望大家有个认知 不是说每个学校一定要自己花很多的钱 有钱人才能上 权贵才能上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建议 谢谢 我想我们还有几分钟的时间 想谈谈这样几个话题 就是中国学生到美国来留学 我们今天主要谈大学生和研究生 他们在融入主流的所谓主流 就是指的美国的学生群体 当地群体或者主流校园文化这方面做得怎么样 做得蛮好的 但是也存在一些的问题 比如有的学生就举例说 我可能每天的生活就是两点一线 三点一线 我周围的就是跟同学吃中国饭菜 完了我就回宿舍或者回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一开始来也是非常尽力的想去 跟别的美国的本土生 还有别的国际学生去打成一片 但是可能渐渐发现在文化上面 确实有一些差异的时候 他可能又回来就想专注于干自己的事情了 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学生 因为其实有很多的美国人 他是没有出过国的 然后还有就是说他们在 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个调查 就是说美国本土生好像 与国际学生的互动方面还有待加强 但是总体来讲说中国学生做得越来越好 包括语言能力方面也不会是说我休于开口 我就不去跟人家讲话了 这方面呢 英语教学的这种水平也比许多年前有所提高 现在的学生的这种交流的能力也强 我不知道这个Terry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我其实觉得很鼓励他们多参与 那最好的一些学生 他自己就一来就觉得说他要去住校 住在学校里 他们通常要求跟一个美国的学生做配对 那还有参加很多去校园里面的生活 学校都每个学校都提供很多 如果有这样的同学他愿意去参与的话 他其实都常常会变成他们哪一个学生会的头子 专门跟人家接触 然后也会带就是融入比较快一点 那其他的学生呢就是说 如果他跟他的同学会来往的比较密切 他自己住在外面的同学的自己住宿的话 多半会去找自己的中国同学住的一个宿舍里 我们的建议就是说他们都很优秀 都很有能力 如果要进步的更快一点的话 就是说你两边一边你会保持 你跟你同学之间的联系 可是其他时间学校的活动尽量参与 也让学校对你有一个认知 觉得中国同学有多方面的人才 没有说就有一点说还是比较害羞 那这样的话他的机会也更多了 拿奖学军的机会也更多 还有也就是十秒钟的时间了 现在这个在美国大学校院里边 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和台湾来的学生的 这种融洽程度怎么样 我们那个学校里台湾来的是少部分 可是大家活动都互相参与的 至少我觉得没有什么界限 因为大家不谈政治 其实谈政治都讲的是正面的 好了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今天这个十岁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张毅和陈旭昭两位女士 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大家的收看 除了通过短播和微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通过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最有趣的是 你可以结交一起学美语的朋友 写美语博客 以互动的方式快乐地学习地道美语 好 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 因为时间的关系 刚才有许多电话没有来得及接 非常抱歉 来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通晓美中大事 锁定美国之音 我是林森 请代表美国之音中文电视所有同仁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